第二章人类是,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早已经成化身为神。 我们在这点并不喜欢琢磨太多,因为我们实在不是特别公正或仁慈的神。 如果看国家地理频道、迪士尼电影或是童话书, 可能还以为地球上主要住的是狮子、狼和老虎,而且和人类势均力敌。 毕竟,狮子王辛巴能号令森林里的动物,小红帽得躲避大野狼。 森林王子毛克,利则要勇敢对抗老虎谢尔汗,但在现实世界里,动物早已不在那儿了。 我们的电视、书籍、幻想、噩梦里仍然有各种野生动物, 但是地球上的辛巴、大野狼和谢尔汗正在绝迹。 现在世界上的动物主要都是人类和他们的家畜。 写出小红帽和大野狼的格林兄弟是德国人, 但现在德国野外究竟还剩几匹狼? 不到100匹,而且多半是波兰野狼,是近年跨越边界而来的。 相对的,德国现在家犬的数目达到500万只, 全球总共只剩约20万匹野狼漫游在野外, 但同时家犬数目足足超过4亿。 世界上现在有4万头狮子,但有6亿只家猫, 90万头非洲水牛,但有15亿头熏化的牛, 5000万只企鹅,但有200亿只鸡。 二,自1970年以来,虽然生态意识不断提升, 但是野生动物族群仍然减少了一半, 而且可不是说它们在1970年很繁盛的意思。 1980年,欧洲还有20亿只野鸟, 到了2009年,只剩16亿只, 但同年欧洲肉鸡和蛋鸡的合计数目达到19亿只。 目前,全球大型动物,也就是体重不只是几公斤而已, 有超过90%,不是人类就是家畜。 11,全球大型动物生物量的圆柄图 科学家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不同的式, 例如,更新式,上新式Pliocene,中新式Myocene。 正式说法,我们现在处于全新式Holocene, 但更好的说法可能是把过去这七万年称为人类式, 也就是人类的时代。 原因就在于,这几万年来, 人类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变化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现象。 自从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出现之后, 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一手改变全球生态。 虽然生态革命和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实有所闻, 但原因都不是出于某种特定蜥蜓、蝙蝠或真菌的行动, 而是一些强大的自然力量造成的, 例如气候变迁、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或是陨石撞击。 有些人担心, 我们今天仍然可能因为大规模火山爆发或陨石撞击而有灭绝的危险。 好莱坞电影靠着这样的忧虑就赚进了几十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样的风险小之又小, 生物大灭绝的频率大约是好几百万年才会有一次。 确实,未来一亿年间有可能会有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地球, 但大概不是下周二这种时间。 与其害怕陨石,还不如害怕人类自己吧。 生态杀手,原因就在于智人改写了整套游戏规则。 单单这个人科物种, 就在过去七万年间让全球生态系起了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足以和冰河期与板块运动相提并论。 不过,短短一世纪, 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越六千五百万年前那颗杀光恐龙的陨石。 当时那颗陨石改变了陆地生态演化的轨迹, 但并未改变生命的基本规则, 生命仍然维持着四十亿年前第一个生命出现时的本质。 这几十亿年来, 不管是小小的病毒或是巨大的恐龙, 都是依循不变的天则原理而演化。 此外, 不论生物演化出怎样奇特而怪异的外形, 都还是仅限于有机领域。 不管是仙人掌或精, 一定都是由有机化合物所组成。 然而, 现在人类正准备用智慧设计取代天则将生命形式, 从有机延伸进入无机的领域。 就算不管未来, 只谈过去七万年, 仍然清楚可见, 人类是让全球起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陨石板块运动和气候变迁虽然也可能影响全球生物, 但对每个地区的影响有所不同, 地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生态系, 而是由许多彼此稍有连结的小生态系所组成。 板块运动让北美洲与南美洲相连, 造成南美大多数有带动物从此灭绝, 不过这件事并未影响到澳洲的袋鼠。 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达到高峰, 当时在波斯湾和东京湾的水母都得适应新的气候。 但因为两种族群没有连结, 各自因应新气候之后就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相较之下, 智人突破了地球上各个生态区之间的障壁。 在人类市, 地球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单一的生态系。 虽然澳洲、欧洲和美洲仍有不同的气候和地形, 但人类已经让全球的各种生物打破距离和地理分区, 定期交流融合。 从过去的木造船只到现在的飞机、游轮和巨大货轮, 全球各地的交流已经从涓涓细流演, 变成一股洪流。 在每片海洋上纵横交错, 让每个岛屿和大陆紧密相连。 因此, 像是现在要讨论澳洲的生态, 已经不能不考虑充斥在海岸边或沙漠里的欧洲哺乳动物、 美洲微生物。 过去三百年间, 人类将绵羊、 小麦、 老鼠和流感病毒带到澳洲, 而这些物种对今日澳洲生态的影响, 已远远超过原生的袋鼠和五尾熊。 然而, 人类世并不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 早在几万年前, 智人的石器时代祖先就从东飞走向地球的四方, 每到一块大陆和一座岛屿, 就让当地的动植物从此改观。 它们灭掉了所有其他人类, 澳洲90%的大型动物, 每周75%的大型哺乳动物, 全球大约50%的大型路上哺乳动物。 而且此时它们甚至还没开始种卖, 还没开始制作金属工具, 还没写下任何文字, 也还没筑出任何钱币。 大型动物之所以首当其冲, 是因为它们数量相对较少, 生育也较慢。 我们可以用蒙芽象以灭绝, 仍幸存来举例。 一群蒙芽象的成员个数不超过几十, 繁衍素率大概就是每年只有两头小蒙芽象。 因此只要当地的人类部落, 每年猎杀三头蒙芽象, 就足以让死亡大鱼出生, 几代之间就会让蒙芽象消失。 相较之下, 兔子则是生个不停, 就算人类每年猎杀几百只兔子, 仍然不足以让它们就此灭绝。 人类祖先并非处心积虑要歼灭蒙芽象, 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 蒙芽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 就演化的时间尺度来看, 十分迅速, 但就人类观感而言, 却是个缓慢的进程。 当时人类的寿命顶多七八十年, 但整个灭绝的过程却花了几个世纪。 远古的智人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 每年列一次蒙芽象, 每个次只列个两三头, 竟然会让这些毛茸茸的巨兽就此灭绝。 大不了可能就只是某位怀旧的老人家, 告诉族里的年轻人, 我年轻的时候, 蒙芽象可比现在多得多啊, 如齿象和大角鹿也一样。 还有, 当然那时候的部落酋长比较诚实, 小孩也比较敬老尊贤。 瑟的孩子, 从人类学和考古证据看来, 远古狩猎采集者, 很有可能是泛灵论者, 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 整个世界, 对当时的人来说, 大概就是自己住的山谷和附近山区, 共属于这里的万物, 而且万物皆遵循着同样一套规则, 对于任何事情, 只要是相关各方就要不断协商。 于是, 人们说话的对象, 不只有动物、树、木、石头, 还包括精灵、魔鬼和鬼魂。 从这种错综复杂的沟通关系中, 就会出现各种价值观和规范, 不论人类、大象、椰树和亡灵都一体适用。 某些狩猎采集社群直到现代依然存在, 也仍然遵循着泛灵论的世界观。 例子之一是印度南部热带森林中的纳雅卡人。 人类学家纳瓦多年研究纳雅卡人, 他曾提到, 如果在丛林里遇到像老虎、蛇或大象等等危险的动物, 纳雅卡人可能会向动物开口说, 你住在这片森林, 我也住在这片森林, 你来这里吃东西, 我也是要来采块根和块筋,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12.米开朗基罗的原罪与逐出Expulsion from Garden of Aden, 位于西斯汀教堂。 这里的蛇有着人的上半身, 正是由他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创世纪的前两章, 主要是神的独白, 都是神说, 神说, 神说。 要到第三章才终于有了对话, 而且对话的双方就是夏娃和蛇。 例如, 蛇对女人说, 女人对蛇说。 正是人与动物之间仅此一次的对话, 导致了人类的堕落, 被逐出伊甸园。 曾经有一头公像, 纳雅卡人给他取了个名字, 是总是独行的大象。 他杀了一位纳雅卡人。 印度林业部想要抓住这头大象, 但纳雅卡人却拒绝协助。 他们告诉人类学家纳瓦, 这头公像曾经和另一头公像感情很好, 总是一起四处闲晃。 直到某天, 林业部把另一头公像抓走了。 从此之后, 总是独行的大象, 就变得易怒又暴力。 纳雅卡人说, 如果你的另一半被抓走了, 你会感觉如何? 这头大象就是这么感觉的啊。 那两头大象有时候晚上会分开各走各的, 但到了早上, 总是会又在一起。 直到那天, 大象看到他的伙伴倒了下来躺在地上, 如果有两个人总是在一起, 但你射杀了其中一个人, 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许多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人, 会觉得这种泛林论 简直不可思议。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都觉得动物从本质上就和人类有所不同, 而且是较为低等。 但这是因为, 就算我们现存最古老的传统, 也要到狩猎采集时代, 结束几千年之后, 才创立出来。 像是旧约圣经, 写成时间约在西元前一千年, 而其中记载最古老的故事, 则反映出大约西元前第二个千年间的事。 然而中东地区的狩猎采集时代, 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也就不难想见, 圣经非但不接受泛林信念, 而且唯一一个泛林论的故事, 就出现在全书一开头, 作为警告之用。 圣经这本书并不短, 而且处处充满各种神迹歧视, 惊奇诧异, 但唯一一次说到动物与人交谈, 就是蛇引诱了夏娃吃下智慧的禁果。 另外在民述记里, 巴兰的驴也向他讲了几句话, 但只是为了要传达上帝的讯息。 在伊甸园里, 亚当和夏娃就是采集维生, 而逐出伊甸园的情节 实在与农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愤怒的耶和华不再允许亚当采集野果, 要他从地里得吃的, 汗流满面才得超口。 因此, 只有在伊甸园这个农业时代之前的阶段, 圣经里的动物才会和人说话, 这事可能并非巧合。 从这个事件里, 圣经究竟是要教我们什么呢? 除了不该听蛇的话, 大致上最好也别和任何动物和植物说话, 因为这一切只会导致灾难而已。 然而, 这则圣经故事其实还有更深入, 更古老的含义。 在大多数的闪足语言里, Eve,夏娃,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蛇, 甚至是母蛇。 因此, 人类在圣经里这位众生之母的名字,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梵灵论神话, 蛇非但不是我们的敌人, 还是我们的祖先。 许多梵灵论的文化相信人类是动物的后代, 而这些动物祖先, 也包括蛇和其他爬虫类。 大多数澳洲原住民都相信世界是由彩虹蛇所创造的, 而像是阿兰达人和迪亚里人, 也都认为自己族人起源于原始的蜥蜴或蛇, 后来才转变为人类。 事实上, 现代西方人也认为自己是从爬虫类演化而来,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围绕着爬虫类脑核而生长, 而人体的构造基本上也就是演化后的爬虫类。 创世纪的作者可能在Eve这个名字留下了一丝古老范灵论的气息, 但他们可是费尽心思掩盖了所有其他痕迹。 在创世纪里人不是蛇的后代, 而是由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 这种无生命物质所造。 蛇不是人类的祖先, 反而是引诱人对抗天上的父。 范灵论只把人类看成另一种动物, 但圣经则认为人类是神独特的创造。 要说人也是动物, 等于是否认神的大能和权柄。 确实也如此, 等到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其实是由爬虫类演化而来, 就背叛了上帝, 不再听他的话语了, 甚至是不再相信他的存在。 触目常理的悲惨世界。 圣经以及书中相信人类比其他动物特别的信念, 其实是农业革命的一项副产品, 使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走向一个新阶段。 人类开始农耕、触目之后, 导致新一波的生物大灭绝, 但更重要的一点, 则是创造出另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家畜。 这种发展在一开始还没什么重要性, 因为人类当时驯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可到20种, 相较之下, 余下的野生物种还有无数千千万万。 但随着时间, 一世纪一世纪过去, 现在这种新的生命形式已经成为主导。 今天有超过90%的大型动物都遭驯化成为家畜。 对于遭到驯化的物种来说, 物种整体达到无与伦比的成功, 但物种个体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苦难。 虽然动物界几百万年来也碰过各种痛苦磨难, 但农业革命产生的完全是新型苦难,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只有变得更糟。 乍看之下, 可能觉得家畜过的生活, 要比他们的野生表情和祖先好得多, 野猪得要整天觅食、 寻水、 找遮风避雨的地方, 而且还会不断受到狮子、 寄生虫和洪水的威胁。 相较之下, 家猪有人照顾, 有的吃、 有的喝、 有的住, 病了有人医, 也有人保护他们免受掠食者及天灾威胁。 确实, 大多数的家猪迟早都会进屠宰场, 但这样真的就能说他们的命运比野猪差吗? 难道被狮子吃就比被人吃来得好? 还是说鳄鱼的牙齿不会比电动屠宰刀来得致命? 要说家畜命运特别悲惨, 重点不在于他们死的方法, 而是他们活的方式。 换养动物从古至今的生活状况, 都受到两个因素互相拉扯。 人类的欲望, 动物的需求, 人类养猪是为了得到猪肉, 如果希望猪肉供应稳定, 就必须确保猪能够永续生存繁衍。 照这道理来说, 家畜应该能够因此避开各种极端的残酷对待。 如果农夫不照顾好自己的猪, 让猪还没生小猪, 舅舅死了这下就会轮到农夫饿死。 但不幸的是, 人类却有各种方式给家畜带来无尽苦难, 但同时又能确保家畜永续生存繁衍。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 家畜仍然沉寂着野生动物的种种生理、 情感和社交需求, 但这对人类的农场来说毫无意义。 农夫常无视这些需求, 而且不会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任何代价。 动物被锁在狭小的笼子里, 脚和尾巴被削去、剪掉, 母幼骨肉分离, 而且被人刻意繁殖养出畸形。 这些动物饱受痛苦, 但仍然继续生存繁衍。 这种说法, 岂不是违反了天泽的最基本原理? 演化论认为, 所有本能、 趋力、 情感的演化都只有一项目的 生存和繁衍。 如果是这样, 看到家畜这样生生不息, 岂不是证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家畜真的有非关生存和繁衍的需求吗? 13. 被关在母猪侠缆里的母猪。 这些拥有高度社交能力和智慧水准的生物, 大半辈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 仿佛已经制成了香肠。 确实, 所有的本能、趋力、 情感之所以会演化, 是为了满足生存和繁衍的演化压力。 但就算这些压力突然消失, 本能、趋力和情感并不会随之消失, 至少不是立刻随之消失。 就算这些本能、趋力和情感 已经不再是生存和繁衍所必须, 仍然会继续影响动物的主观经验。 在这里, 动物其实和人类一样, 虽然农业几乎可说, 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天则的压力, 但并未改变它们的生理、 情感和社交趋力。 当然, 演化绝不会停下脚步, 自从12000年前农业兴起之后, 人类和动物仍然继续演化。 举例来说, 现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 已经演化出消化牛奶的能力, 而乳牛则不再害怕人类, 并且产乳量远远高于远古的祖先。 但这些都只是表来, 面的改变。 不论是牛猪或人类, 深层的感官及情感架构都仍然类似石器时代的情形, 没有多大改变。 为什么现代人如此热爱甜食? 可不是因为到了21世纪初, 我们还得大吞冰淇淋和巧克力, 才能生存下去。 反而是因为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 如果碰到香甜的水果或蜂蜜,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吃, 愈快, 愈多愈好。 年轻人为什么开车鲁莽, 吵架冲动, 还爱害尽机密网站, 因为他们还是照着远古基因的指令形式。 遵行这些指令, 在今天不仅无用, 可能还有反效果, 但在七万年前, 可是深深切合演化的目的。 当时年轻的猎人如果冒着生命危险, 追赶蒙面相, 就可能胜过所有竞争对手, 赢得当地美女的芳心。 而我们现在就是还用 有这种南domatic eye的基因。 而在人类控制的农场里, 所有公猪、母猪和小猪 也仍然遵循着一样的演化逻辑。 为了在野外生存和繁衍, 远古的野猪需要漫步、 巡查、辽阔的范围, 好熟悉环境, 并留意各种陷阱和天敌。 它们还需要和其他野猪沟通合作, 形成复杂的猪群, 并以年长、经验丰富的母猪作为领导。 演化压力让野猪成为 具有高度智能的社。 绘画动物母野猪更是如此, 有强烈的好奇心, 加上难以恶意的冲动。 想要交往、玩乐、闲逛、 探索周遭环境。 如果某头母猪出生时, 有罕见的基因突变, 让它对环境与公猪兴趣缺缺, 这头母猪就不太可能生存或繁衍下去。 野猪的后裔家猪 也同样继承了它们的智慧、 好奇心和社交技巧。 十二, 一如野猪, 家猪也会用丰富多样的声音和嗅觉讯号来互相沟通。 母猪能够辨识自己小猪独特的尖叫声。 小猪也只要出生两天, 就能判断自己妈妈和其他母猪叫声的不同。 宾州大学的柯蒂斯教授养了两只猪, 分别名为哈姆雷特和欧姆雷特。 柯蒂斯训练它们用鼻子控制一只特殊的摇杆。 他发现猪打简单电丸的能力, 很快就和临场类动物不相上下。 今天, 工业化触目场里的母猪可没有电丸可打。 它们被人类锁在狭小的母猪侠兰、 Cray里,通常是长200公分,宽60公分。 侠栏里为水泥地面,四面为金属条。 怀孕的母猪几乎没有转身或躺下睡觉的空间, 更别说要散步了。 在这种条件生活三个半月后, 母猪会给移到稍宽一点的猪栏, 生下和养育小猪。 一般来说, 小猪自然的哺乳期是10周到12周, 但在工业化触目场里会被强制逼至亮卡。 周到四周内断奶, 接着就与母亲分离, 运到他处等待养肥、屠宰。 至于母猪则再次被受孕, 送回母猪侠兰, 开始另一个循环。 母猪得要经过5次到10次这样的循环, 然后轮到自己遭屠宰。 近年来, 母猪侠兰已经在欧盟和美国一些州遭到禁用, 但在其他国家仍然盛行, 几千万只怀孕的母猪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样的侠。 Landet母猪一切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都由去牧场的人提供, 包括足够的食物, 抵抗疾病的疫苗, 遮风避雨的保护, 另外还有人工受精。 客观来看, 母猪再也不需要去探索周遭与其他猪社交, 与小猪有任何情感连接, 甚至连走路都没有必要。 但从主观而言, 母猪仍然会对这些事情感受到极强烈的欲望, 未能满足则痛苦万分。 关在侠栏里的母猪, 通常都会有严重的挫折和绝望症状交替出现。 这是演化心理学基本的一课。 几千世代以前所培养出的需求, 就算已经不再是今日生存和繁衍所需, 仍然会继续留存在主观感受之中。 可悲的是, 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确保家畜生存繁衍的能力, 却忽视了家畜的主观需求。 生物也是演算法, 但我们怎么能确定, 动物, 猪为例, 也有各种主观的需求, 感觉和情感。 我们会不会只是一心把动物赋予人性, 也就是把人类的特质赋予到非人类的对象上, 像是小孩觉得玩偶能感受到人类的爱和愤怒。 事实上, 要说猪也有情感, 并不是赋予它们人性, 而是赋予哺乳动物性。 因为情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质, 而是所有哺乳动物, 同时还包括所有鸟类, 可能某些爬虫类, 甚至鱼类, 共有的特质。 所有哺乳动物都演化出情感能力和需求, 而光是从猪属于哺乳动物这一点, 就能肯定推断它们也有情感。 生命科学家近几十年间已经证实, 情感并不是只能用来写诗谱曲的神秘精神现象, 反而是所有哺乳动物生存和繁衍的关键。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请让我们从究竟什么是演算法开始解释。 这点非常重要, 不仅因为这项关键概念将在以下的章节再三出现, 也因为21世纪将是由演算法主导的事迹。 现在, 演算法已可说是这个世上最重要的概念。 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 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什么是演算法, 以及演算法和情感的关联。 演算法指的是一套很有系统的步骤, 能用以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做出决定。 所以, 演算法并不是单指某次计算, 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 举例来说, 如果想得到两个数字的平均值, 简单的演算法会是, 第一步将两个数字相加, 第二步将总和除以2。 这时, 如果输入4和8, 结果就是6, 输入B17和Uber3CE, 结果就是174。 食谱是个复杂一点的例子, 像是蔬菜汤的演算法, 大概会是这样。 1.在锅中热半杯油。 2.将4颗洋葱切成碎末。 3.把洋葱碎末炒至金黄色, 再注入半锅水。 4.把3颗马铃薯切块, 加入锅中。 5.将一颗高丽菜切丝, 加入锅中, 注入之类。 你可以试试看, 不断重复这种演算法。 每次用稍微不同的蔬菜, 就会得到一锅稍微不同的汤。 然而, 演算法本身并没有改变, 而是光有食谱, 还煮不出汤来。 还得有人读这份食谱, 并依规定的步骤执行才行。 但还有一种方法, 是制造出内含这种演算法, 而且可以自动照做的机器。 接下来, 只要为机器供电, 加入水和蔬菜, 机器就会自动把汤给煮出来。 虽然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煮汤的机器, 但大家应该都看过自助饮料机。 这种饮料机通常会有硬币投入孔, 放杯子的位置, 以及几行按钮。 第一行按钮大概是选择要咖啡、 茶或是可可。 第二行是选择不加糖、 一匙糖、 两匙糖。 第三行则是选择要加牛奶、 豆浆或是豆不加。 今天有位男士走向机器, 投入硬币, 按下了茶、 一匙糖和牛奶, 机器就会依据一系列明确的步骤开始执行。 先是把一个茶包丢入杯中, 倒入废水, 再加上一匙糖和牛奶, 丁的一声, 一杯稀释好茶就这样在眼前出现。 这就是一种演算法。 过去几十年间, 生物学家已经有明确结论认为, 像是那位男士按下按钮, 接着喝茶, 也算是一套演算法。 当然, 这套演算法比自动饮料机要复杂得多, 但仍然是一套演算法。 人类这套演算法制造出来的不是茶, 而是自己的副本。 人类就像是制造自动贩卖机的自动贩卖机。 控制自动饮料机的演算法, 是透过机械齿轮和电路来运作。 至于控制人类的演算法, 则是透过感觉、 情感和思想来运作。 至于猪和鸡, C非, 水, 用的也是同一种演算法。 我们用以下的生存问题为例, 有只Fif看到附近树上挂着一串香蕉, 但也看到旁边埋伏着一只狮子。 Fif该冒生命危险去拿香蕉吗? 这可以看作是计算机Ride的数学问题。 一边是不拿香蕉而饿死的几率, 一边是被狮子逮到的几率。 要解开这个问题, Fif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 我离香蕉多远? 离狮子多远? 我能跑多快? 狮子能跑多快? 这只狮子是醒着还是睡着? 这只狮子看起来很饿还是很饱? 那里有几只香蕉? 香蕉是大是小, 是轻的还是熟的? 这些外在资讯, C还得考虑自己身体的内在资讯。 如果他已经快饿死了, 就值得不顾一切去抢香蕉, 别再管什么几率了。 相反的, 如果他才刚吃饱, 多吃只是嘴馋, 那又何必冒生命危险? 想要权衡所有这些变相和几率, 得到最好的结果, CC需要的演算法会比控制自动饮料机的演算法远远复杂得多。 然而计算正确的奖励也大得多, 这只飞飞的生命。 如果是一只胆小的飞胚, 也就是他的演算法会高估风险, 就会饿死, 而形成这种胆小演算法的基因, 也随之灭绝。 如果是一只蟒状的肺粉, 也就是他的演算法会低估风险, 则会落入狮子的爪下, 而形成这种鲁莽演算法的基因也传不到下一代。 这些演算法正是靠着添责, 才达到稳定的品质控管。 只有能够正确计算出几率的动物, 才能够留下后代。 但这还是非常抽象。 到底C非要怎么计算几率? 他当然不会忽然从耳后抽出一只铅笔, 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笔记本, 然后开始认真用纸笔计算奔跑速度和所需体力。 相反的, C非非的整个身体就是他的计算机。 我们所谓的感觉和情感其实都各是一套演算法。 Schiffer感觉饿, 看到狮子的时候会感觉害怕而颤抖, 看到香蕉也会感觉自己流口水。 他在一瞬间经历到袭来的种种感觉、 情感和欲望, 都只不过是计算的过程。 至于计算结果也是一个感觉, 这只Schiffer突然觉得涌起一股力量, 毛发直竖, 肌肉紧绷, 胸部扩张, 接着他会大吸一口气, 冲啊, 我办得到, 冲向香蕉, 但也有可能他是被恐惧打败, 肩膀下垂, 胃中一片翻角, 四肢无力腿软, 妈妈, 有狮子, 救命啊。 也有时候, 因为两边几率太相近, 很难决定, 而这也会表现成一种感觉。 Fightsy会感觉十分困惑, 无法下决心。 冲呀, 不冲, 冲呀, 不冲, 可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把基因传递到下一代, 光是解决生存问题还不够, 还得解决繁衍的问题, 而这也是几率的计算。 天则演化出喜好和厌恶的情绪反应, 作为评估繁衍几率和胜算的快速演算法, 美丽的外表也就代表着能够成功繁衍后代的几率高。 像是如果有位女人看到某位男士, 心想, 哇塞, 他真帅, 与某只雌孔雀看到雄孔雀而心想, 我的老天, 瞧瞧那尾羽, 其实都是类似自动饮料机在做的事。 十四, 孔雀和一个男人。 你看着这些图片的时候, 身体里的深化演算法就会开始处理各种关于比例, 颜色和尺寸的资料, 让你觉得是受到吸引, 觉得排斥或是全然无感。 光线已从男性身体反射到女性的视网膜上, 这几百万年演化而成, 无比强大的演算法就开始运作了。 几毫秒以内, 就已经将男性外观的各种小线索 转换为繁衍几率, 并得出结论。 这很有可能是个非常健康, 有生殖力的男性, 有很优良的基因。 如果我和他交配, 我的后代也很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良好的基因。 当然, 这项结论并不会用文字或数字表达出来, 而是化成熊熊浴火在身体里燃烧。 对于瓷孔雀或是大多数女性来说, 这并不是以纸笔为之的计算, 而是一种感觉。 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也只有在很少时间会用纸笔和计算机来做计算。 人类各种决定有99%, 包括各种关于配偶、 事业和住处的最重要抉择, 都是由各种经过演化、 千锤百炼而成的演算法来处理的。 我们把这些演算法称为感觉、 情感和欲望。 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 可能还包括一些爬虫类, 甚至鱼类, 都受到同样的演算法所掌控。 所以不管是人类、 肺肺或猪, 感觉恐惧的时候都会在类似的大脑区域, 产生类似的神经处理过程。 我们或许可以推断, 不管是人、肺肺或猪, 对于受精这种事的体验会十分类似。 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必然完全相同。 猪似乎并不会感觉到属于智人特征的那种极端同情或极端残酷, 也无法感受到人类仰望无穷壮丽星空所感受到的那种赞叹。 当然,很可能有相反的例子, 是人无法感受到猪的情感。 只不过这显然我也说不上来。 然而有一种核心情感, 显然是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 母婴连结。 事实上,这也正是mammal哺乳动物这个名词的语言。 mammal一词来自拉丁文mama, 语义就是乳房。 哺乳动物的母亲就是如此疼爱自己的后代, 愿意让后代从自己身上吸水营养。 至于哺乳动物的婴孩, 则是有强烈的欲望, 想要和母亲待在一起, 待在他们的身边。 如果是在野外, 没能跟在母亲身边的小猪、小牛和小狗, 通常活不了多久。 而且到不久之前, 人类的婴儿也同样是如此。 相对的, 如果成年的母猪、母牛或母狗, 因为某种罕见的基因突变, 而一点也不关心生下的孩子, 当然他们自己可能活得舒适自在又长寿, 但他的基因也就不会传递到下一代。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长颈鹿、 蝙蝠、鲸和豪猪。 对于其他情感, 我们或许还有争议的空间, 但因为哺乳动物的幼儿, 必须要有母亲的照顾才能生存, 显然母爱以及强烈的母婴连结, 会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特色。 哺乳动物渴求母婴连结, 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才研究出这一点。 然而在不久之前, 甚至连人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连结, 都曾遭到心理学家质疑其重要性。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虽然也有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但未为一时主流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由物质的回馈所塑造, 儿童主要需要的就是食物、居处和医、 疗照护之所以和父母建立连结, 只是因为父母能够满足这些物质需求罢了。 如果是那些会要求温暖、 拥抱和亲吻的儿童, 则被认为是宠坏了。 当时的育儿专家就警告, 如果父母太常拥抱、亲吻孩子, 会让他们成年以后很自私、 没有安全感、情感不够独立。 1920年代的育儿权威华生, 就对当代父母三令五身, 绝对不要拥抱和亲吻你的孩子, 也绝对不可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 如果你非得如此, 也只能在他们说晚安的时候, 亲一下他们的额头。 早上碰面, 则是与他们握手即可。 当时的流行杂志婴儿照护也提到, 养育孩子的秘诀就是维持纪律, 依据严格的每日时程表, 提供孩子物质需求。 一篇1929年的文章也指示家长, 如果婴儿在还不到正常进食时间之前, 就哭了。 不可以抱他, 不可以摇他、哄他别哭, 而且也不可以喂奶, 要等到确切的喂奶时间才行。 婴儿甚至是小婴儿哭一下并不会有事。 一直要到1950、1960年代, 才有越来越多专家达成共识, 放弃这些严格的行为主义理论, 承认情感需求的重要性。 在一系列著名, 而且残酷到令人震惊的实验中, 心理学家哈洛, 在幼猴刚出生不久, 就强行将幼猴与母猴分开, 隔离在小笼子里。 笼子里有两只甲母猴, 一只是金属甲猴装有奶瓶, 另一只是绒布甲猴, 但没有奶瓶, 结果幼猴是使尽全力抱着绒布母猴。 有一件事, 这些幼猴都懂, 但是华生与婴儿照护的育儿专家却不懂。 哺乳动物要活下来, 光靠食物还不够, 还需要情感上的连结。 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 猴子天生就极度渴求情感连结, 也让他们认为, 比起坚硬金属质的物体, 毛茸茸的物体比较可能建立起情感连结。 也是因为这样, 儿童比较会紧抱着洋娃娃, 毯子或是臭烘烘的破布, 而不是什么厨具, 石头或是木块。 正是因为对情感连结的需求如此强烈, 才让哈洛实验里的幼猴不顾能提供奶水的金属母猴, 而头像唯一看来可能回应他们需求的绒布母猴。 但很遗憾, 幼猴的真心渴望, 始终没能得到绒布母猴的回应。 于是, 这些幼猴在心理和社交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长大后成为神经质和反社会的成猴。 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初的儿童养育指南, 会大感难以置信。 专家怎么可能没发现儿童有情感需求? 怎么可能不知道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 除了需要满足食物、居处和医疗照护的需求之外, 满足情感的需求也一样重要。 然而如今, 一讲到其他哺乳动物, 我们依然不断否认这显而易见的事实。 就像华生和婴儿照护的育儿专家一样, 整部人类历史上的农夫, 虽然提供了小猪、小牛物质上的需求, 却往往忽略他们的情感需求。 于是, 不论是养猪场或是烙农业, 都是以打断哺乳动物最根本的情感连结作为基础。 农民让母猪和母牛不断怀胎, 但小猪和小牛却是出生没多久, 就被迫与母亲分离, 常常中期一生都未能湿到母亲的眼泪, 也没能感受到她的舌头和身体的温暖。 哈洛对几百只猴子所做的事, 现在畜牧及烙农业每年会在几十亿头动物身上重现。 人与神的农业交易, 对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怎样自圆其说? 狩猎采集者很少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系的损害, 但农民则是再清楚不过, 他们知道自己在剥削这些家畜, 用他们满足人类的欲望和韧性。 他们用的理由是新的有神论宗教。 自从农业革命以后, 有神论便蓬勃兴起, 广泛蔓延。 在有神论宗教看来, 整个宇宙并不是所有万物共同组成的议会, 而是由一小群神职, 又或是唯一的神, 可能是英文大写的God, 或是希腊文里的Theos所控制的神权正职。 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概念和农业连在一起, 但至少在一开始, 有神论的宗教其实就是个农产事业, 像是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之类的宗教, 其神学、神话和礼拜仪式, 一开始都是以人类农作物与家系为重心。 例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 就是以农民和牧人为主要对象, 戒律多半是与农物和乡村生活有关, 主要的节庆也都是丰收节。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 耶路撒冷的古犹太会堂可能就像大型的现代犹太会堂, 祭司穿着雪白的长袍迎接虔诚的朝圣者, 合唱团悠扬吟唱着诗篇,空气中飘着熏香, 但实际上古犹太会堂更像是屠宰场加上烧烤摊。 朝圣者来的时候可不是两手空空, 而是带着简直川流不息的绵羊、山羊、鸡等动物, 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接着烹煮为食。 另外,小牛和小孩发出一片吼叫吵杂声, 恐怕叫人难以听到合唱团的诗篇歌声。 祭司穿着雪祭斑斑的套服,切断祭品的喉咙, 将喷涌而出的血液搜集在罐中, 再泼洒于祭坛,上。 熏香的味道混合着血液凝固后的臭味, 烤肉的香气,成群黑苍蝇四处翁翁飞着。 请参阅民述记第28章, 生命记第12章, 撒摩尔记上第2章。 现代犹太家庭过节的时候, 是在前院草坪办BBQ, 而信仰传统犹太教的家庭, 则是上会堂研读经文。 这样看来,办一场BBQ, 可能还比较接近圣经时代的精神。 有神论的宗教, 例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 是用一种新的宇宙神话来合理化农业经济体制。 过去的泛灵论宗教, 是将宇宙描绘成如同一场盛大的金剧, 有无穷无尽, 无彩华丽的角色不断上场。 大象和鱼术, 鳄鱼和河流, 高山和青蛙, 鬼魂和精灵, 天使与魔鬼, 都是这场宇宙大戏的角色。 但有神论的宗教改写了剧本, 宇宙变成一不生荒凉的戏剧场景, 只有两个主要角色, 人和神。 天使和魔鬼也称过了这次改写, 成为各个大神的使者和仆人。 但其他原本泛灵论的卡斯, 包括所有的动物、 植物, 以及其他自然现象, 现在都成了无声的装饰。 确实, 还是有这位或那位神旨认定某些动物是神圣的, 而且也有许多神带着动物的特征。 比如, 埃及的神旨, 阿努比斯, 就有着狐狼的头, 甚至耶稣基督也常被描绘成羔羊的形象。 只不过, 古埃及人很容易就能分辨阿努比斯与会潜到村子里偷鸡的狐狼有何差别? 而信基督教的屠夫宰杀羔羊的时候, 也从不会误认为这是耶稣。 我们常常认为, 有神论的宗教只是将那些大神给神格化, 却忘记他们把人类也给神格化了。 在这之前, 智人一直只是数千演员当中的一员, 但是在新的有神论戏剧之中, 智人却成了中心九色, 整个宇宙绕着他而转, 而同时, 诸神则要扮演两个相关的角色。 首先, 要由他们来解释智人到底有什么特别, 凭什么要让人类占主导地位, 剥削其他一切生物。 例如, 基督教就说, 人类之所以能支配其他生物, 是因为造物主给了他们这项权利。 基督教还说, 上帝把永恒的灵魂指给了人类。 既然这永恒的灵魂是整个基督教宇宙的重点, 而动物又没有灵魂, 他们当然就只能充当临时演员的角色。 于是, 人类成为造物的顶峰, 而其他所有生物只能待在角落。 第二, 神要负责在人类和生态系之间进行调解。 在泛灵论的宇宙里, 所有假设都是直接彼此交谈沟通。 如果你需要每周迅鹿、 无花果树、 云朵或岩石给你什么, 可以自己直接去谈。 但到了有神论的宇宙, 所有非人类的实体都沉没了。 于是, 人类不再能和树木与动物交谈。 但这样一来, 如果需要果树产出更多果子, 乳树, 牛产出更多牛奶, 云朵, 带来更多雨水, 以及蝗虫远离你的作物, 又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神上场的时候了。 他们承诺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虫病不新, 而人类也要提供一些回报。 这就是农业交易的本质。 诸神负责保护农业, 让农业丰收, 换来人类将部分农产品陷于诸神。 这笔交易对人和神都好, 却牺牲了整个其他生态系。 在现今的尼普尔巴利亚普村, 信徒每五年会庆祝一次 女神家地卖的节日。 2009年创下记录, 25万头动物遭宰杀, 献祭给女神。 有一位当地司机 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解释, 如果我们想要什么, 便带着祭品来这里献给女神, 所有的梦想就能在五年之内实现。 牺牲了动物的利益, 在有神论的许多神话里, 会解释这笔交易的微妙细节。 梅索布达米亚的史诗作品《吉尔美食》就提到, 诸神放出大洪水毁灭世界, 几乎所有人类和动物都沦为波尘。 冲动的神级此时才惊绝, 这下没人对他们奉献了, 饥饿和痛苦逼得他们简直要发狂。 千姓万姓, 还有一个人类家庭存活了下来, 这得感谢恩基。 这位神级的先见之名, 安排信徒乌特纳必史提, 躲在一艘木制的大方舟里, 方舟上也载着乌特纳必史提的亲戚, 以及各种动物。 等到洪水消退, 这位美索布达米亚神话里的挪亚, 便从方舟中现身, 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些动物献祭给神级。 根据史诗说法, 所有大神立刻冲到现场, 诸神嗅到香气, 诸神嗅到美味的香气, 诸神如苍蝇群聚至祭品周围。 至于圣经中的洪水故事, 写成时间比美索布达米亚神话晚了超过一千年, 同样写到挪亚一出了方舟, 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陷在坛上为祥祭。 耶和华文纳辛香之气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的,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火物了。 出自创世纪第八章第20-21节, 这种洪水故事成为农业世界的奠基神话, 当然, 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上一点现代环保的色彩, 而这场洪水是在教训人类, 要我们知道, 人类的作为可能会毁掉整个生态系, 而人类得负起保护剩余万物的神圣使命。 只是就传统的宗教权势而言, 洪水正证明了人类的优越杰出, 以及动物的毫无价值。 在传统的宗教权, 世中, 挪亚虽然奉命拯救整个生态系, 但目的是保护神和人类的共同利益, 而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 非人类的生物本身并没有价值, 就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 毕竟当耶和华贱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就决定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 可见圣经觉得, 为了惩罚至人犯下的罪行, 把所有动物都消灭掉, 也是天经地义, 但这就好像只因为人类不乖, 所有长颈鹿、乌威和瓢虫 也都不再有意义。 圣经没能想到另一种情节, 耶和华后悔创造了智人, 于是把这种罪恶的原类 从地球表面抹去, 接着就能享受鸵鸟、 袋鼠和猫熊的各种可爱表演, 直到永远。 农业革命也成了宗教革命, 不过, 有神论宗教仍然存有一些 对动物友善的想法, 诸神让人有权掌控动物界, 但享有权利的同时, 也要负点责任。 例如, 犹太人就奉命 必须让家畜在安息日休息, 并尽可能不造成 他们不必要的痛苦。 只不过, 每当发生利益冲突, 人类的利益 仍然永远胜过动物的利益。 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里有一则故事, 一头小牛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逃掉, 求助于拉比犹太教的创始人之一, 叶胡达拉比。 小牛把头钻到这位拉比的长袍下, 开始哭泣, 但拉比把小牛推开, 说道, 去吧! 你被创造,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由于这位拉比如此不慈悲, 神便处罚他, 让他生了一场痛苦的疾病长达13年。 直到有一天, 仆人正在打扫拉比的家, 发现几只刚生出来的老鼠, 就把他们扫地出门。 但拉比立刻赶去拯救了这几只无助的小生物, 要仆人放过他们。 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而因为这位拉比展现对老鼠的慈悲, 神也就展现对他的怜悯, 治愈他的疾病。 其他宗教则对动物展现了更高的同理心, 特别是源自印度的奇纳教, 佛教和印度教。 这些宗教强调人类和生态系其他部分仍有连结, 而且最重要的道德戒律就是不杀生。 圣经只说不可杀人, 但古印度的阿卿萨非暴力, 原则却适用于众生。 在这方面, 奇纳教的僧侣特别留意, 总是用一块白布蒙住嘴巴, 以免呼吸时不小心杀害小昆虫, 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扫把, 轻轻将路上的蚂蚁或甲虫扫到一旁。 然而, 所有农业宗教, 也包括奇纳教、 佛教和印度教在内, 都有一套说辞认为人类就是比较高等, 剥削利用动物实属正当, 就算不是杀生取肉, 至少也是获取乳汁, 或是借助其劳力。 这些宗教都声称, 确有一种自然的阶层结构, 赋予人类控制和使用其他动物的权利, 唯一的条件就是人类得遵守一定的限制。 举例来说, 印度教虽然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 并禁吃牛肉, 但仍然能为烙农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声称牛是一种慷慨的生物, 很渴望和人类分享它们产出的牛乳。 因此人类就这样自己谈成了一场农业交易。 根据这项交易, 某种宇宙间的大能 给了人类控制其他动物的权利, 条件是人类要对神职、 对自然以及对动物本身履行某些义务。 而人们在农耕生活里每天都会感觉 宇宙间确实有一股力量存在, 也就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狩猎采集者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物高级, 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意识到 自己会对生态系造成影响。 当时典型的部落大概只有几十人, 部落周遭却有几千只以上的野生动物, 部落能否存活, 有赖于理解和尊重这些动物的欲望。 负责找食物的人得要不断问自己, 野鹿会想做什么, 狮子又会想要什么, 否则他们就捕不到鹿, 也逃不过狮子。 但农民却与此相反, 他们所居住的是一个由人类的梦想及想法所控制和塑造的世界。 虽然人类仍然逃不了强大恐怖的天灾, 例如台风和地震, 但已经不再那么需要理解其他动物的想法了。 农场上的小伙子很早就懂得怎么骑马, 给牛套上梨, 鞭打倔强的驴子, 以及把羊赶去吃草。 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就会认为, 这一定是某种自然秩序或是上天的旨意。 于是农业革命既是经济上的革命, 也成了宗教上的革命。 新的经济关系兴起, 新的宗教信念也同时产生, 而替残酷剥削利用动物的行为找到了借口。 每次只要哪个硕果仅存的狩猎采集部落, 也开始走向农耕, 我们就会再次见证这种古老的过程。 近年来, 印度南部的纳雅卡人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农耕行为, 像是养牛养鸡种茶。 毫不意外, 他们也开始对动物有了新的态度, 而且对于家畜及农作物的态度, 明显与野生生物有所不同。 在纳雅卡人的语言中, 具有独特个性的生物, 称为Mansan。 例如人类学家纳瓦问他们的时候, 纳雅卡人会说, 所有的大象都属于Mansan。 我们住在森林里, 他们也住在森林里, 我们和他们都是Mansan。 还有熊、鹿、老虎也都是, 都是森林里的动物。 那乳牛呢? 乳牛不一样, 到哪里你都得带他们走。 那鸡呢?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们不是Mansan。 那森林里的树呢? 算是, 他们已经活了这么久了。 那茶树呢? 哦, 那是我种的, 我把茶叶卖掉, 才能从店里买我要的东西。 他们不算是Mansan。 像这样就把动物从有情感值得尊重的生命, 降格成为不过是人类的资产。 这种过程很少仅止于牛和鸡, 大多数农业社会也开始把不同等级的人视为只是一种资产。 像在古埃及, 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和古代中国都曾将人类当作奴隶, 恣意虐待, 仅因细故便将之处决。 正如农民不会去问牛和鸡对于农场营运的意见, 当时的一国之主也绝不会想到要问问农民该怎么样治理国家。 此外, 每当某些族群、团体或宗教社群起了冲突, 常常就是互相指责不配当人。 像这样先将他者称之以野兽, 之塞后也才能带之以野兽。 于是, 农场也就成了新社会的原型, 有着木空一切的农场主人, 比较低等而可以剥削利用的其他动物, 值得消灭的外部野兽, 以及在一切之上有位伟大的神, 对这一切安排给予祝福。 科学革命造就了神人, 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崛起, 也带来人与动物关系的第二波革命。 在农业革命时, 人类已经删去了动植物的台词, 让梵灵论的这处大戏, 只剩下人类与神之间的对话。 到了科学革命, 连神指的台词也就此删去。 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成了独角戏, 人类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间, 自言自语, 不用和任何其他角色谈判妥协, 不但得到无比的权力, 而且不用负担任何义务。 破解了物理、化学和生物无声的定律之后, 现在人类在这些领域硬是为所欲为。 远古的猎人到草原上狩猎, 会要求野牛的协助, 而野牛也向猎人要求一些东西。 远古的农民希望乳牛产出更多奶, 会祈求神级的协助, 而神级也会向农民开出它的条件。 但是在雀巢的研发部门里, 穿着白色实验衣的研发人员 想提升乳牛的产乳量, 他们会去研究遗传学和基因, 而基因不会向他们要求任何回报。 只不过,正如猎人和农民各有自己的神话, 研发人员其实也有一套他们相信的神话。 他们最有名的神话根本就是无耻地抄袭了。 知善恶术和伊甸园的传说, 只是把地点搬到英格兰林肯郡的乌尔索普庄园。 根据这个神话, 有个叫牛顿的人坐在一棵苹果树下, 而一棵熟苹果就这么掉在他头上。 于是牛顿开始思考, 为什么苹果是直直落下, 而不是往上旁边掉或是向上飞? 这个疑问让他发现了一个万有引力和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的故事让知善恶术的神话再也不同了。 在伊甸园里是由蛇来开场, 引诱人类犯罪, 而使神将愤怒降在他们身上。 不管对蛇或是对神来说, 亚当和夏娃都只是个玩物。 但在乌尔索普庄园里, 人类是唯一的主角。 虽然牛顿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 花在研读圣经的时间远比研究物理定律要多, 但他所促成的科学, 革命,却让上帝就此退场。 自此之后, 牛顿的继任者开始写下他们自己的创世纪神话, 不管是神或是蛇, 都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 乌尔索普庄园里发生的事, 是基于单纯的自然律, 而想找出这些自然律, 则完全是人类自发的行为。 虽然故事的开头是有颗苹果掉到了牛顿的头上, 但苹果可不是故意的。 在伊甸园的神话里, 人类因为好奇希望得到知识而遭到惩罚, 被上帝赶出天堂。 但在乌尔索普庄园的神话里, 不但没人惩罚牛顿, 情况还正好相反。 多亏他的好奇心, 人类才能进一步了解宇宙, 变得更加强大, 并且往科技的天堂又进了一步。 全球无数教师传颂着牛顿的神话, 鼓励学生要有好奇心, 暗示着只要我FY能得到足够的知识, 就能在地球上创造出天堂。 事实上, 就算在牛顿的神话里, 还是有神的角色, 牛顿自己就是神。 等到生物科技、奈米科技和其他科学的果实终于成熟, 智人就会得到神的大能, 兜了一圈, 而再次回到能给人知识的知善恶树下。 远古的狩猎采集者, 只不过就是另一种动物。 到了农民以为自己是神所造万物的顶峰, 但再到了科学家, 则是要让人类都演化升级为神。 我们有何独特之处? 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的宗教, 科学革命则是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 以人取代了神。 有神论者崇拜的是神, 希腊文里的theos。 人文主义者则是崇拜人, 像是自由主义、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这样的人文主义, 其奠基概念认为, 智人拥有某些独特而神圣的本质, 这些本质是宇宙间所有意义和权利的来源。 宇宙间发生的所有事, 都会以对智人的影响作为好坏判断的依据, 有神论以神之名作为传统农业的理由。 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之名作为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借口。 工业化农业将人的需求、任性和愿望视为神圣, 至于其他因素则不值一赛。 例如,动物既然没有人性的高贵, 工业化农业自然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 甚至是神。 既然现代科技已经让人类拥有了超过远古神职的力量, 自然也没有他们派上用场的地方。 科技让现代产业对待牛、猪和鸡的方式, 甚至比传统农业社会的饲养方式更为严苛。 在古埃及、罗马帝国或古代中国, 人类对于生物化学、遗传学、动物学和流行病学的所知都很有限, 于是操纵这一切的力量也很有限。 在那些时候,猪、牛和鸡可以自由在屋间奔跑, 从垃圾堆或附近的树林里找出各种可吃的宝藏。 如果有哪个异想天开的农夫, 想把几千只鸡都关在一间拥挤的鸡舍里, 大概就会爆发致命的流行病, 不然杀死整个鸡群, 连可能好多村民也会遭殃。 这后,任何祭司、巫师或神级的都无法阻挡。 然而,一等到现代科学解开流行病病原体和抗生素的秘密, 工业化的鸡舍、牛栏、猪圈也就成为可行。 靠着疫苗、药物、荷尔蒙、杀虫剂、中央空调系统自动喂食装置, 现在我们能把成千上万只的猪、牛、鸡塞进整齐化一的狭小笼子里, 用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猪肉、牛奶和鸡蛋。 近年来,随着人们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 这样的做法也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 忽然之间,我们对于所谓低等生物的命运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快要变成低等生物了。 如果电脑城市取得了超乎人类的智慧、前所未有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该认为这些城市比人类更重要? 举例来说,未来超乎人类智慧的人工智慧, 能不能利用人类剥削人类, 甚至为了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杀死人类? 如果你认为,就算电脑的智慧和力量都远超于人, 这种事情还是万万不可以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 让人类可以利用乳牛、剥削弹机、屠杀猪脂? 难道除了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能力之外, 人类还有什么独特之处? 让我们与牛、鸡、猪、黑猩猩和电脑城市有所不同? 如果觉得确实有所不同, 那么这种独特之处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又怎么能够肯定人工智慧永远无法取得这种独特之处? 而如果觉得没有不同, 那么等到电脑超越了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又有什么理由说人类的生命有特殊价值呢? 究竟人类最早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强大? 非人类的实体又有多大可能将会超过我们? 下一章将会讨论智人的本质和能力, 一方面进一步理解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要看看人类可能的未来, 以及人类与超人类可能有怎么样的关系。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提供 《Science343-61067-2014-151》 《Stanley Corrin, How Many Dog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Psychology Today, 19th of September 2012》 Access 25th of December 2014, Richard Inger et al., Common European birds are declining rapidly, while less abundant species numbers are rising. Ecology Letters 18-1-2014, 28-36, Live Animal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cess 20th of December 2014, colslashfaostat.faostat.fao.org, site573-default.aspx-anchor. Simon L. Lewis and Mark A.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519, 2015, 71-80. Timothy F.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s, Port Melbourne, Read Books, Australia 1994. Anthony D. Barnosky et al., Assessing the Causes of Late Pleistocene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 Science 306-5693, 2004, 70-5. Barry W. Brooke and David M.J. S. Bowman, The Uncertain Blitzkrieg of Pleistocene Megafauna,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1-4, 2004, 507-23. Gifford H. Miller et al., Ecosystem Collapse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 and a Human Role in Megafaunal Extinction, Science 309-5732, 2005, 287-90. Richard G. Roberts et al., New Ages for the Last Australian Megafauna, Continent-Wide Extinction About 46,000 Years Ago. Science 292-55-23, 2001, 1888-92. Stephen Rowe and Judith Field,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5 for 21-2, 2006, 2-692-703. Barry W. Brooks et al., Would the Australian Megafauna have become extinct if humans had never colonized the continent? Comments 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by S. Rowe and J. Field,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6, 3-4, 2007, 560-4. Chris S. M. Turney et al., Late Surviving in Tasmania, Australia Implicate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ir Extinction, P.N.A.S. 105-34, 2008, 12-153. John Alroy, 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 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 Science 292-55-23, 2001, 1893-6. J. F. O'Connell and J. Allen, Pre-LGM Sahel, Australia New Guinea, an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odern Humans in Rethinking the Human Evolution, New Behavior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Ed. Paul Mellars, Cambridge, Ma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7, 400-1. Graham Harvey, Animism, Respecting the Living World, Kent Town Wakefield Press, 2005. Rain Willerslev, Soul Hunters, Hunting, Animism and Personhood Among the Siberian Yukigi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Alina Hellander Renval, Animism, Personhood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Sami Perspectives, Polar Record 46-1, 2010, 44-56. Istvan Praet, Animal Conceptions in Animism and Conservation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Human Animal Studies, Ed. Susan McCaw and Gary Marvi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54-67. Nurit Burd-David, Animism Revisited, Personhood, Environment and Relational Epistem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 1999, S. 67-91. N. Burd-David, Animistic Epistemology, Why Some Hunter-Gatherers Do Not Depict Animals, Ethnos, 71-1, 2006, 33-50. Dani Nava,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with the Shift to Agricultural Life,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Nayaka Case, A Hunter-Gatherer Society from the Rain Forests of Southern India, In Hebrew, Animals and Society, 52-2015, 7-8. Howard N. Wallace, The Eden Narrative, Harvard Semitic Monographs, 32, 1985, 147-81. David Adams Leeming and Margaret Adams Leeming, Encyclopedia of Creation Myths, Santa Barbara, ABC Clio, 1994-18. Sam D. Gill, Story Tracking, Texts, Stories, and Histories in Central Austral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mily Miller Bonney, Disarming the Snake Goddes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aience Figures from the Temple Repositories at Knossos,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24-2011, 171-90. David Leeming,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Myth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350. Jerome H. Barkow, Lit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Ed.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ichard W. Bloom and Nancy Dess, 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Violence, a Primer for Policymakers and Public Policy Advocates, Westport, Prager, 2003. Charles Crawford and Catherine Salmon, 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Personal Decisions, New Jersey, Lawrence Earlbaum Associates, 2008. Patrick McNamara and David Trumbull,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 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7. Joseph P. Forgus, Marty G. Hazleton, and William von Hippel, Ed.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1. S. Held, M. Mendel, C. Devereaux, and R. W. Byrne, Social Tactics of Pigs in a Competitive Foraging the Task, the Informed Forager Paradigm, Animal Behavior 59-3, 2000, 569-76. S. Held, M. Mendel, C. Devereaux, and R. W. Byrne, Studies in Social Cognition, From Primates to Pigs, Animal Welfare 10, S. 209-17, H. B. Graves, Behavior and Ecology of Wild and Feral Swine, Sus Scrofa,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58, 1984, 482-92, A. Stolba, and D. G. M. Wood Gush, The Behavior of Pigs in a Semi-Natural Environment, Animal Production 48-2, 1989, 419-25, M. Spinka, Behavior in Pigs in P. Jensen, Ed, The Ethology of Domestic Animals, 2nd Edition, Wallingford, UK, Cab International 2009-177-91, P. Jensen and D. G. M. Wood Gush,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 Group of Free-Ranging Sows, Applied Animal Behavior Science 12, 1984-327-37, E. T. Geeling, R. E. Nordquist, and F. J. Vander Stey, Assessing Learning and Memory in Pigs, Animal Cognition 14-2011, Wonder 51-73. I. Horrell and J. Hodgson, The Bases of Sow Piglet Identification, Port 2, Cues Used by Piglets to Identify Their Dam and Home Pen, Applied Animal Behavior Science, 33-1992-329-43, D. M. Weary and D. Fraser, Calling by Domestic Piglets, Reliable Signals of Need, Animal Behavior 54, 1995, Tenzin 47-55, H. H. Christensen et al., The Use of Olfactory and Other Cues for Social Recognition by Juvenile Pigs, Applied Animal Behavior Science, 72-2001-321-233, M. Helfd, Pig Video Arcades Critique Life in the Pen, Wired, 6th of June, 1997, H. ArchiveWired.com Science, Discoveries News, 1997-06-43, Retrieved 27th of January, 2016,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 Report, Welfare Issues with Gestation Crates for Pregnant Sows, February 2013, slash slash www.HumaneSociety.org, assets slash pdfsfarm, HSUS Report on Gestation Crates for Pregnant Sows, .pdf, Retrieved 27th of January, 2016. Turnbull and Psalms, Brain in the Inner World, 90-2. David Harrell, Algorithmics, The Spirit of Computers, 3rd Eden, in Hebrew, Tel Aviv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2001, 4-6. David Berlinski, The Advent of the Algorithm, The 300-Year Journey from an Idea to the Computer, San Diego, Harcourt, 2000. Hartley Rogers, Jr., Theory of Recursive Functions and Effective Computability, 3rd Ede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1992, 1-5. Andreas Blass and Yuri Gurevich, Algorithms, A Quest for Absolute Definitions, Bulletin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81-2003, 195-225. Donald E. Newth,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2nd Ed, New Jersey,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 Harper, 2009. Justin Gregg, 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The Mammal Behind the My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1-7. Jack Panksepp, Effective Consciousness, Core Emotional Feelings in Animals and Human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4-1, 2005-80. A.S. Fleming, D.H. O'Day, and G.W. Kramer, Neurobiology of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s, Experience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Plasticity, Across Development and Generations,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3-5, 1999, 673-85. K.D. Broad, J.P. Curley, and E.B. Kevern, Mother-Infant Bond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Relatio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1-1476, 2006-199-214, Kazutaka Mogi, Miho Nagasawa, and Takafumi Kikusui, Developmental Consequences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ther-Infant Bonding,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35-5, 2011, 12-32-41, Shota Okabe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Infant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Bond Formation in Mammals, Animal Science Journal, 836-2012, 4-46-52, Gino Mali-Halli, Boundaries of Touch, Parenting and Adult Child Intim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50-1, Ann Taylor Allen, Feminism and Motherhood in Western Europe, 1890-1970, The Maternal Dilemma, New York, Palgrave-McMillan, 2005, 190. Lucille C. Birnbaum, Behaviorism in the American Quarterly 7-1-1955-18,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29, Infant Car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ttp-poo-slash-library.info-slash-historyfhistoryhbu-slash-3121-1929.pdf, Harry Harlow and Robert Zimmerman, Affectional Responses in the Infant Monkey, Science 130-333-73-1959-421-32. Harry Harlow, The Nature of Lo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3958-673-85, Lawrence D. Young et al., Early Stress and Later Response to Suppration in Rhesus Monkey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1973-405, K.D. Broad, J.P. Curley, and E.B. Cavern, Mother-Infant Bond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Social Relationship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1-4076-2006, 2,199-214, Florent Pettet, et al., Effects of Maternal Experience on Fearfulness and Maternal Behavior in a Precocial Bird, Animal Behavior 85-4, 2013-797-805. Jacques Coven, 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im Ingord, From Trust to Domination,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Human-Animals Relations, In Animals and Human Society Changing Perspectives, Ed, Aubrey Manning and James Serp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1-22. Roberta Kalachofsky, Hierarchy, Kinship and Responsibility, In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Ed, Kimberly Patton and Paul Walda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91-102. Nerissa Russell, Social Zoo Archaeology, Humans and Animals in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7-58. Margot DeMello, Animals i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Animal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 2012. Olivia Lange, Hindu Sacrifice of 250,000 Animals Begins, Guardian, 24th of November 2009, Access 21st of December 2014, httpho slash w.theguardian.com slash world 2009's Nov 24ish Hindu Sacrifice Gadamai Festival, Nepal. Benjamin R. Foster, Ed, The Epic of Gilgamesh,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2001-90. Noah J. Cohen, Sa'ar Ba'ala Hayim,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Its Bases, Development and Legislation in Hebrew Literature, Jerusalem, New York, Feldheim Publishers, 1976. Roberta Kalachowski, Judaism and Animal Right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sponses, Marblehead, Micah Publications, 1992. Dan Cohen-Sherbuck, Hope for the Animal Kingdom, A Jewish Vision, In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Ed, Kimberly Patton and Paul Walda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81-90. Zaev Levi, Ethical Issues of Animal Welfare in Jewish Thought, In Juda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 Reader, Ed, Martin D. Yaffa, Plymouth, Lexington, 2001, 321-32. Norm Phelps, The Dominion of Love, Animal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New York, Lantern Books, 2002. David Sears, The Vision of Eden, Animal Welfare and Vegetarianism in Jewish Law, Mysticism, Spring Valley Orat, 2003, Nason Slifkin, Man and Beast,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nimals in Jewish Law and Thought, New York, Lambda, 2006, Talmud Bhavli, Bhava Metzia, 8571, Christopher Chappell, Nonviolence to Animals, Earth and Self in Asian Traditio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anchor Prime, Hinduism and Ecology, Seeds of Truth, London, Kassel, 1992, Christopher Key Chappell, The Living Cosmos of Jainism, A Traditional Science Grounded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Daedalus 134, 2001, 207-24, Norm Phelps, The Great Compassion, Buddhism and Animal Rights, New York, Lantern Books, 2004, Damien Keown, Buddhist Eth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3, Kimberly Patton and Paul Waldow, Ed,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and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SP 179-250, Pragati Sahni,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Buddhism, A Virtues Approach, Routledge, 2008, Lisa Kemmerer, and Anthony J. Nocella-Aseked, Call to Compassion, Reflections on Animal Advocacy from the World's Religions, New York, Lantern 2011, ESP 15103, Lisa Kemmerer, Animals and World Relig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P 56-126, Irina Aristarkova, Thou Shall Not Harm All Living Beings, Feminism, Jainism and Animals, Hypatia 27-3, 636-50, Eva de Klerk, Carmen and Compassion, Animals in the Jain Universal History, Religions of South Asia 7, 2013, 141-57, Nava,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11.